第36集 熊猫和小雁鼠 第36集 外星侵略者 女主的地球生物快过墙 否则把你的偷偷消灭 快点 外星人来了 别过来 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你自己看 不早了 赶睡觉了 你看上不上小飞碟 吓到你了 是我了 呵呵 你又喝出去 跟你闹着玩的吗 别生气 呵呵 你身后 外星人 你真是太老土了 我可不会上你的当的 不是 他在动 你是不是还想说 他有奇特的外壳 古怪的形状 是不是眼睛又红又大 还会吱吱叫 别过来 他过来了 外星人来了快跑 寒角寒角以前 外星人来了 很久 真的 我要看外星人 外星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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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真有外星人 就像电视里的一样 不 比那个还大 还可怕 我刚才看到了 他还有好多条队 这往村子里面飞的 快告诉大家 要小心 那个外星人 长得特别可怕 本身上下 这么的力章 这么大 不对 这么大 不对 反正很大 天哪 别你说的还大 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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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星人 快躲起来 乖 大家这是怎么了 这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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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天的枪都是麻枪 大白天的枪都是麻枪都是麻枪 快什么都麻呀 这是什么坏黄 好 太可气了 就算是卫星人也不能这么欺负人 说的是呢 要是继续这样下去 大伙都不敢出门了 我们去跟他谈判 请你不要侵犯我们的村子 我们可以做朋友 糟糕 他又去村子了 快追 站住 我可要射箭了 不劳应 我可要射箭铺应 你的衣服都破了 如果你相信我们 我们可以帮你做新衣服 只要你不伤害大家 他好像听懂我说的话了 等等 真的 真的 我们或许可以成为朋友 成羽 他在那儿 你 你看他好像也被困住了 他真的能听懂咱们的话 你别害怕 我们不会伤害你 当然 请你不要再侵犯我们的村子了 你还是要攻击我们 你到底要干什么 嗨 万星人 你别激动 我们真的愿意跟你交朋友 要不这样吧 我先放下武器 请你相信我们 我现在就来救你咯 抓住我的手 小心 快点 是万星人救了我们 飞 飞 小心 我们要将 他直接把咱俩送回了村子 飞得又稳又舒服 不行 什么人 口令 原来是和我们的小天鼠 你们没事吧 你们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了 是万星人救了我们 他是好人 没事就好 他怎么了 他这是怎么了 生病了吗 让一下 我是想说 其实 它只是一个样子特殊的气球 还是可以充满气重新飞起来的 不是万星人 可以再飞起来 我们快去给它充气 好 走 走 快去 狐狸天鹅 突然一轮 糟了 万星人居然知道我的名字 我这么聪明 肯定会被抓去做实验的 还骗我说去玩 我随不上当呢